午睡可能影响寿命,再次提醒,过了五十岁之后,牢记午睡三不要,午后,老关的这个小习惯被路过的王大妈看在了眼里,他停下脚步,一眼惊讶地说,你怎么还午休啊,我听说午睡可能影响寿命,这话让关辉心里不免咯噔一下,尽管他第一反应是不以为然,心想,这不过是老太婆的闲言碎语,但种子已经种下, 心里的那份疑问与不安难以停息,不久之后,关辉开始留意到自己的一些小变化,比如午睡醒来后,偶尔会有轻微的头晕,原本以为是睡得太神导致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情况似乎并不像自己最初认为的那么简单,他开始做一些研究和咨询,读了不少有关午睡与健康的文章,了解到营养,休息,做息等多方面, 因素都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健康状态,心中的疑虑日渐加深,最终,这种潜在的忧虑促使关辉去医院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结果令他大为震惊,身体出了不小的问题,主要是心脏方面,医生解释说,这跟他的饮食习惯,作息时间有关,午睡虽然有诸多好处,但具体 还需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进行调整,午睡对人的身心健康有一定影响,但是否会影响寿命,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根据午睡的时间长度,个体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状况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 首先,适度的午睡对身体健康有诸多好处,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往往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长时间的精神紧张会导致身体和精神上的疲劳,甚至可能引发健康问题,短暂的午睡能够有效缓解精神和身体的疲劳,提升下午和晚间的工作和学习效率, 同时间接有助于压力管理和情绪稳定,对心血管健康也有积极的影响,然而,午睡的时长和方式是影响其好处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短暂的午睡约20到30分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益的。 这种小气可以提高警觉性和认知功能,而不会影响夜间的睡眠质量。相反,如果午睡时间过长,超过一小时,就容易进入深睡眠阶段,醒来时反而会感觉更疲倦。这种现象被称为睡眠惯性。 此外,长时间的午睡还可能影响夜间睡眠的节律和质量,从而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效率。 那么,午睡是否会影响寿命呢?目前并没有确凿的科学研究能够直接证明午睡对寿命的影响,但是,通过间接证据可以看出,适度的午睡对于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有益的。 一方面,适度的午睡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另一方面,高质量的午睡也有助于情绪调节和认知功能的提升,从而可能间接影响寿命。 官辉的生活因此开始发生改变,他开始调整自己的作息,每天保证充足的夜间睡眠,尽量将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之间,避免过长时间的午睡带来的身体负担。 他还调整了饮食结构,更注重营养均衡。 同时,在医生的建议下,官辉开始定期进行心脏功能的检查,以监测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个转变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开始,官辉经常在配合新的作息规律时感到不适应,夜里难以入睡。 午后短暂的小气经常不自觉延长,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艰难调整之后,官辉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头晕的情况减少了,体重也有所下降,整个人看起来更为精神焕发。 最重要的是,心脏功能的检测结果也比之前好了很多。 发生在官辉身上的一切,让那些有着午睡习惯的人免不得开始焦虑起来,但其实也不是人人都会如此。 事实上,50岁以后记住午睡的这三不要,不仅不会影响寿命,恰恰相反, 还可能导致身体更强壮。 午睡作为一种简单而有效的补充日常睡眠和恢复精力的方法,受到了全球许多文化的认可和推崇。 它不仅可以提高下午和晚上的工作效率,还对身心健康带来了许多益处。 然而,并非所有的午睡都是健康和高效的。 为了最大限度的从午睡中受益,有三个重要的不要需要我们注意。 1.不要睡得过久 首先要注意的是,午睡的时间长度至关重要。 虽说午睡的好处多多,但并不意味着睡得越久越好。 研究表明,适宜的午睡时间通常为20到30分钟。 这样的短暂休息足以让人精神振奋,改善下午的注意力和工作效率, 而不会进入深度睡眠周期。 睡得过久,尤其是超过60分钟的午睡,往往会导致人进入深度睡眠阶段。 一旦从深睡眠中醒来,人会感到所谓的睡眠惯性。 这是一种短暂的精神不振状态,可能持续3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 这种状态下,人们可能感到比午睡前更疲惫。 这显然和午睡的初衷相悖。 此外,长时间午睡还可能影响夜间的睡眠质量。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终可能导致睡眠障碍的出现。 二,不要再傍晚10分午睡。 选择适当的午睡时间同样重要。 一般建议在中午至下午初的时间段进行短暂的午睡。 这个时间段,人体生物中天然会有一次轻微的下降。 适合休息。 而在傍晚10分进行午睡,尤其是晚上6点后,会严重干扰晚上的正常睡眠模式。 人体的生物中会根据光线的变化而调整睡眠,觉醒周期。 在傍晚10分午睡会向大脑发送错误的信号,可能导致大脑调整生物中, 从而推迟夜间入睡的时间。 这不仅会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效率, 还可能导致失眠、睡眠节律紊乱等问题。 三,不要在光线强烈的环境中午睡。 午睡的环境也非常重要, 而适宜的光线条件是创造良好午睡环境的关键之一。 研究显示,强光环境会抑制人体产生退黑激素。 退黑激素是一种能帮助人进入睡眠状态的激素。 因此,若在强光条件下尝试午睡, 不仅难以快速入睡,还可能影响午睡的质量。 理想的午睡环境应该是光线柔和, 安静且舒适的。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使用眼罩来遮挡光线, 同时确保环境的静密。 这有助于迅速进入短暂而高效的休息状态。 此外,保持一定的通风和适宜的室温也是促进高质量午睡的重要因素。 简而言之,合理的午睡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质量, 但这需要我们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注意事项。 这三个不要,不要睡得过久。 不要在傍晚十分午睡, 以及不要在光线强烈的环境中午睡, 是确保午睡带来积极影响的关键。 通过掌握合适的午睡时长, 选择正确的午睡时间和创造理想的午睡环境, 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午睡的优势, 为身心带来真正的恢复和提升。 请留下轮控制明天议能够睡眠。